台北市木扎路四段159項防洪排水設施 一直是伯嘉里里長吳昆輝與在地里民的擔憂 期盼能改善設施 避免颱風天或豪雨導致里內災損 吳昆輝里長也在市長與里長的座談會上提案 判盡快修建 這裡大台的水是澎湖的公路 三四十公頃的水全部下來降到這裡 它類似一個口袋型 你上面山那麼大 水那麼多的時候 水沒把牌出去 像110的6月4號下了一個110鍋 雖然雨很大 不過相對裡面還是真的有里民 6個里民 將近700多戶 1200多個里民 不能讓他們因為雨下大就在怕 因為淹過一次 雖然說現在你說像今天 排風暴雨會進來 雨會不會下多大 所以我這邊提案真的不是說 水球五度或是說 一定要至少讓里民能夠安居樂業 相信市長讓百姓市民安居樂業 也是你的想法 不要說雨一大 然後就有淹水 就有那個淹水的恐懼在 另外一個 因為國家安居這個社宅 上次淹水只淹到這裡 至少他台塘這一萬多坪的基地 暫時是一個蓄紅池 如果國家安居蓋下來以後 整個變成水 現在就變成要淹到 不在乎是斷頭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學校 還有一個國家史想 淹水國家史想也是照樣 血統安全也是要顧 其實這個結社問題在 111的淹水過後 我就一找市府長官 也找議員那邊一直商量協調 涉及整體規劃 市府水利處這邊仍在評估 蔣灣也開啟三方談話 達成初步共識 最主要的就是上面這邊結流 是不是 對 芬蓉結流 對 那個水利處要不要再說你 好像水利處有在評估 那個我們在評估那個點的問題 因為其實一流的點是在 理想應該很清楚 是在那個上游的芬蓉 那個 點的話在我們現在圖片上的 名曲香函處嘛 沒有關係 一流點嘛 嗯 然後現在分紅點是你們 那個分紅規劃是你們自己畫的 我原本的分紅規劃點 是在最上方 香函街那邊 我說現在已經在進行這個可行 因為過程中涉及非常多的私有地 還有它的陸境的選擇 這個我們在年底會提出報告 有做這樣 我記得高工局已經給資料 高工局給的資料 只要閃破他們的橋墜 他們的土地 可以當我們自由的 然後相對我現在所提的分紅 現在衛豐處在挖 衛豐管市都是潛困的 根本不用淫挖 然後只要能夠閃破他的基礎混團 這是我的想法啦 因為我不是專業 我專業 我專業就在幹什麼 現在正在做可行評估嘛 那隨意就是說到年底 如果可以儘快我們就儘快 好不好 這過程當中我們持續跟里長 好 持溝通 好 那有任何進度回報里長 我們有在做研究啦 好不好 這招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一起討論 可以克服我們就克服 會上里長也寄託 相關專業解決排水問題 開玩笑說 若他有專業 一定跟蔣王安拼市長位置 為民毛福利不落人厚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